你 要跟这几位打架 你咋办 我与大哥一起冲杀 好 真是好兄弟 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 大哥 你说什么 我说我答应你 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 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 大哥 你干嘛呀大哥 我还是个孩子 别看我家兄弟冲杀 我还是个孩子 宅州 speaking you 是 贤弟蛊武艺 你就等着这一下 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 其实我并非徐福田手下 说得对 诸位手下轮轻啊 大哥 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 毕竟是北昊世子人 想必是暗藏了户位 真是藏得够深的 直到此刻才用出来 别闹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子 感觉这些武迷并未尽全力拦我们 都到这儿 没必要回头 机会来了 机会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在 世子你好 我是你姐夫 又见面了 自家心情 我帮你吧 连我都放人 福建红甲 我认得 我要说福建红甲跟我没关系 你觉着我信吗 我不参战 诸位随意 世子 请吧 这是要当黄雀 那六位出手 你身边的怕是互不周全 我要是不再前进就此离开呢 世子您不是这样的人 也对 世子 前后驾机 时据不力 用兵者被敌围困难寻出路 该如何 那就杀出条路来 对 杀出条路来 对 嗯 嗯 优优独播放 转甲 青梅 折马 春水 昭露 桃花 谁 青梅 折马 怎么不打了 那一伍也竟然出手 拦不拦的 也就没意义 回来 多谢前辈一见之恩 多谢前辈六见之恩 敢问前辈 可是桃花见神 我是邓太阿 这份恩情 徐凤年记着 将来再报 不是你报 是我报恩 徐凤年 你娘 是我远房的表姐 这也能攀上亲戒 抬头的 真好 当年我在吴家见种 炼剑之时 你娘对我有遗犯之恩 有救命之恩 有寿业之恩 这恩情太大 怎能不还 只可惜 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 我仍在东海之外 待我归来 一切都晚了 你娘那一战 落下病根 最终殒命 回想起来 我愧疚至今 我欠你娘的恩情 今日这六件 算是还了一半 城头之上 你想拿些什么 安心拿便是 这十二柄非剑 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 今日赠于世子 这非剑杀人之术 全在此辖之中 能不能够领悟得到 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 这剩下的一半恩情 至此报完 世子 从此你我 互不相欠 多谢 世子先把非剑收了吧 回头收 桃花剑神的非剑术 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 我知道 谁让我眼光浅呢 这时候 那个剑侠才是天下第一重要 那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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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